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沿海的旅程来到了山东威海 我现在是在威海最有名的夜市 东城路夜市 这个夜市也是我们每一次来威海 都必须要来的地方 下面呢咱们就一块进去转一转 然后找几样特色小吃尝一尝 看看威海的物价贵不贵 这个夜市就是各地的小吃都有 但是呢还是海鲜居多 现在人不是特别的多 可能是因为天气还比较凉的原因 现在还不到十点 已经有很多摊都要收摊了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不如夏天的时候热闹 我们现在就已经走到了夜市的另一头了 这夜市不算长 里面主要就是以小吃为主 卖一些衣服什么也比较少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吃小吃的这个要求 我刚才大致都看了一眼 这边还是海鲜居多 既然咱们在海边 今天呢还是主要吃海鲜吧 去买几样特色的 看一看它的味道还有价格都怎么样 Let's go 这是啥啊 这是鲍鱼圈 这海鲜里边是鸡蛋是吧 对 必须可以加 刚刚点了一份麻辣小海鲜它是可以很多种拼在一起的 四十八块钱一斤 这一盒正好是一斤 现在我点的东西已经上齐了 这个海胆是十五块钱一个 这边这个扇贝是十块钱十个 但是它还比较小 这个虾是五块钱一串 一共要两串 这个生蚝看着个还挺大的 十块钱三个 先尝尝这个海胆 这是我第一次吃海胆 海胆上面它是铺了一层鸡蛋 特别鲜甜 但是我感觉鸡蛋的味更重 我有点吃不出来海胆是啥味 不过还挺好吃的 这边它不管是生蚝还是扇贝 上面都铺着粉丝 一开始我还会觉得只是壳大 里边的肉不大 但是翻开一看肉都很大 这个扇贝它虽然看着小 但是扇贝肉一点都不小 蒜香浓郁 我们怕不够吃 还点了一份炒饼 看着吃着还可以 但是它这个味道呀 跟我们那边还有一定差距 总的来说呢 夜市里面的这些烤的海鲜味道还不错 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 大家如果来这的话 不建议大家点麻辣小海鲜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贵 而且味道一般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风景 拜拜